然後其實 這個有點壞掉 然後其實原本 彩券行就是 他是真的有擺彩券行 現在這個是我們這一次修衣協會的朋友 他們出來擺 原本是三樓的朋友 就是現在還住在三樓的鍾先生 他們以前就是有在這邊擺 這樣子 他們在這邊賣彩券已經賣了一二十年了 從年輕的時候 原來他們是住在後面 後來辛苦存了一筆錢 就買在這邊 然後他們就開始兩夫妻基因 因為他們行動不便 然後撫養四五個小孩 然後就在這邊已經一二十年了 就這樣子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很難得 就是說住在這邊就有建商就是說 突然間要幹要請他們要搬 他兩個年紀已經行動也不便 然後上一次就採訪的時候 就又給他斷水斷電 然後斷了以後 然後他 後來斷水斷電 然後他也不方便 不方便 那只好我們這個社區 整個大家 互相挺他 然後就 現在他還是住在裡面 然後後面都是 已經等一下上面都可以看到都是空的 後面還有之前的推高機 然後後面黃火箱也全部都堵掉 然後斷水斷電 那他們住的很實在是真的很方便 現在的 現在是後來我們就不便 因為人還是要居住 那什麼事 沒有地方可以去 你還是要居住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他們還是居住 那他們進出怎麼樣進出 進出還是從這個樓梯 只有這個樓梯可以先居住 對 可是他們每天出都是 前面都是空空的 又很涼 然後萬一大風大雨來的時候 他們每個晚上都還是很不安心的睡覺對不對 對 所以這就是政府跟街上的節奏 然後我要講一下這個 這個芒果樹啊 是之前周先生他送的 然後 之前在這邊是 很多機車騎士可能平紅綠燈啊 就會在這邊乘涼 但是 到都市更新來了的時候 這邊變成那個 居民跟街上委屍的地點 好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走了 沒有 謝謝 你也要去動嗎 你不動就知道 那感覺有差別 應該有差別